戴自宁对军男和天神少女安行 双方在新加坡公开赛四枪正面交锋 第一局两个人就展开激烈蜡锅战 小戴招牌的假动作让安行预判错误 抓到机会轻松取分 这场比赛小戴展现顶级技术流的囚风 安行则是发挥了韧性绝佳防守 每一分来回都看称高手过招 第一局胜负分水岭出现在14比14平手的时候 安行保护机会连拿三分过大领先 加上小戴在第一局后段回击出界 最终挑战也失败 让安行率先来到第一局的局点 强势的扣杀打得小戴回击挂网 安行21比16限下一城 过去双方一共较少过7次 小戴仅仅拿下两胜 上个月苏迪慢杯也是由安行拿到了胜利 第二局双方3比3平手的时候 安行连拿7分点定胜机 就算小戴在第二局后段急起直追 一度缩小比分的差距来到三分差 但是安行稳住正脚 在小戴回击出界之后拿下了赛末点 安行21比14花了41分钟 结果两局拿下了胜利 取得双方对战的二连胜 冠军战将和伤口线正面对决 你个人也能干吗 你以后会让冠军战处理 手里自己越来越好 坐下来